焦点主题是向量的加减法及其图示 括号一向量加法的图示 我们这里要介绍向量A加向量B的图示法 第一个三角形法 它的特性是为手重合 我们看一下下方这个图形 下方这个图形呢 红色这个向量是向量A 蓝色这个向量是向量B 当这两个向量向量A的终点与向量B的起点重合的时候 则向量A的起点到向量B的终点所形成的新的向量 就是向量A加向量B 它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说 从A到B的向量 在由B到C的向量合并起来的话 就是向量AC 像这里的意思 第二个 平行四边形法 它的特性是起点重合 我们看一下下方的图形 红色向量是向量A 蓝色的向量是向量B 它们的起点是重合在一起的 现在呢 我们把向量A跟向量B 当做一个平行四边形的两个边 画出一个平行四边形 画出平行四边形之后呢 我们从这两个向量的起点 画出一个对角线向量 则这个对角线向量呢 就是向量A加向量B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几何意义 所谓的向量A加向量B 在这里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向量AB加向量AC 而这里的向量AC呢 我们可以转换成向量B珠 这里的向量AC可以转成向量B珠 则由A到B 再由B到珠 合并起来就是向量A珠 括号二 向量的减法 我们规定呢 向量A减向量B 所代表的意思就是 向量A加上负的向量B 这里的意思就是 向量A与向量B的相反向量之合成 老师讲解是 以知A点的坐标是E3 B点的坐标是26 C点的坐标是98 四球 第一小题 向量AB加向量BC 第二小题 向量AB加向量BC加向量CA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的解析 第一小题 向量AB加向量BC 所代表的意思是说 向量由A到B 再由B到C 因此合并起来是向量AC 向量AC的坐标计算法是 后面的点坐标 减掉前面的点坐标 所以是C减A 我们把这两个点坐标带入 可以得到 98 减掉E3 因此合并起来的向量呢 就是85 第二小题 向量AB加向量BC 加向量CA 所代表的意思是 向量由A到B 再由B到C 再由C到A 所以合并起来是向量AA 向量AA是0向量 因此它的坐标表示法是 减掉Ding Ding Ding 感谢观看